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 8月份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结构持续优化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.4% 服务业方面 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6.4% 增速比上月加快0.1个百分点 1到8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增长7.0% 比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要快1.4个百分点 一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长是比较快的 比如说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到8月份增长的是22.4%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8.1% 都明显快于总指数的增长 傅林辉介绍 今年前8个月投资增长基本平稳 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12%和14.9% 分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6.5和9.4个百分点 一些短板领域的投资 比如说像生态环保 生态环保的投资的增长在40%以上 还有像教育领域投资 1到8份的教育投资增长了19% 还有文化体育方面的投资增长15.1% 这些情况来看投资结构也是在优化 那么这个需求结构也是在继续的调整和优化 此外发言人还介绍 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8月份调查失业率略有下降 总体来看前8个月 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